坐越野车要先都明白越野是什么 越野就是把家家带的出去 玩的还还能回的来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其实越野车从坦克出现之后 给大家带了新的选择 之前的木马人对吧 包括大G甚至卫士 甚至更贵的一些车型 是我们很多喜欢玩越野的朋友们 去接触不到 因为那个价格太贵了 但坦克300 一下子把我们的越野场景 带到了20万内的这个区间 那么我们今天 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 这台坦克400的Hi4P 这台车的亮点有非常多 2.0P加4.8P加上9AP 而且还有一个P2不绝的插虎系统 和我们之前了解的坦克500 Hi4P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今天 大家通过这一条视频 跟你讲清楚 这台坦克400 它到底有什么亮点 它到底有什么优势 它能不能够去满足你 可乘可玩可野的这些需求 我们开始 是 concern 那优优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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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相信对于很多男孩子来说 开一台越野车去豁泥 然后上山爬佛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整个路况是一个非常湿滑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台车它其实和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那种纯电动的私渔车 或者是号称混动的越野车来说 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 就是它有一套纯机械的私渔系统 它有传动轴 它有分动箱 也就是说在你完全没有电的时候 这台2.0G的发动机不差于坦克300的发动机 它也能够去帮助你完成一个四驱的脱困 或者是一个承越 P2这个布局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它没有比亚迪的那套P1加P3来的电感那么的明显 的确它P1加P3它确实电感更明显 然后在能耗上面更有优势 但是P2的单电机的布局其实它有它自己的优势 你电池足够大的时候 P2的布局就可以做很好的SoC的策略 去尽可能的让你这台车有很好的电感的行驶状态 就更接近于一个电动车 因为拿砸电池去堆积出来的 它其实还是以发动机为主 因为在越野这种工况下 像我们现在发动机的输出是最可靠的 当你需要更强大的动力的时候 电机给你推一把力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越野工况的一个场景的动力体现了 第三个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用这个布局的也有很多 包括你像欧洲人什么宝马路虎 他们玩的其实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拿路虎的PHS-EVA与例子 无论是发行运动还是卫视 他们也是这个布局 但是他们第一个电池特别的小 第二个他们的电机功率也比较差 卫视那个是105千瓦 然后发行运动那个是80多千瓦 咱们坦克上面的电机是120千瓦 所以说电机的功率也会更大一点 其次就是他们的SOC策略是不太好的 过于的保守 因为他们是到18-20%的时候才开始强制混动 但是在标准模式上 坦克400这套跟他们截然不同 他们的标准模式是可以做到 保电到50%-55%才就开始进入到混动 坦克的这套混动模式也有多种选择 当你选择极度舒适的时候 也是可以把电用到20%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坦克的这套 混动四驱越野的逻辑 和我们之前了解的所有的混动越野车 它都不太一样 体感上也会更加的出色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些比较复杂的 在这些工况下 整台车的通过能力还是比较明显的 它的接近角是33度 离去角是30度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于这台车来说 其实是一个怎么说 相当于你有那一件非常趁手的兵器 你只是要出去去打仗就行了 现在我们在交叉楼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到 当有一个轮失去动力的时候 它不需要去电子锅上咔咔两下锁住 它直接就通过它的机械的结构 调损 直接把动力传输到另外一个轮 所以说我们刚刚在交叉轴的时候 并没有感受到这台车辆的一个明显的打滑行为 还有一个动力丢失的这么一个行为 所以说我们可以感受到这台车在越野上面的 功底还是非常之强大的 接下来跟大家复盘一下这台车静态方面的表现 其实坦克还有一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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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已经问到了 它大概会有两个选择包 第一个选择包是包含了一个 顾博的AT3的AT胎 同时带前锁 然后第二个选择包 它是只是一个AT胎 没有前锁 是这两个区别 那么我还是建议大家 其实买了这台车之后 前锁可以不用选 但是顾博的AT胎 你肯定还是要有一个的 它能够满足你在这种 长途穿越的时候的这种 不同路况的需求 当然如果你说你买这台车 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路营 或者自驾游的神器的话 那么原车配的这个4T胎 其实也是还是能够满足 你的大部分场景的 当然我觉得买400这台车的人 一胎应该是一个标配了吧 同时其实如果大家要去玩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再安排上一个防拖圈 那么我们去买一个主流厂商 不推荐品牌了 大概其实5000块钱 也能够搞定这4个轮圈 去打造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状态 如果我们有了AT胎 有了防拖轮圈 然后再来一个前锁的话 那这台车就不需要进行其他的改装了 而且完全都是一个合法的状态 总结来说 这台车我们刚刚说了 它在这个价位区间 在目前这个场景下 在这个市场下 它没有竞品 那么30万 同样是30万 你是买一台 BBA的所谓的城市的入门SUV 还是来一台我们国产的硬派担当呢 但是 结果是一个市场的市场 就像我们在这个市场上 这个市场上 这一市场上